以明显法师和魏德东教授为首的 北美佛教交流团以及凤凰网佛教频道 来到美国参访各道场 慈祭纽约分会是其中一战 我们真的是感觉到慈祭在国际化的这一部分 它的确确确是环绕世界的 我们也在努力地向慈祭靠劳去学习 前期这次因缘的是从北京来的 个人比亚大学慈情社社长秦明良 有的时候我也深感觉到 学生不是仅仅是鼓励他们去吸收佛教的知识 更多是应该对佛教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要投入自己的时间自己的精力和能力 去主动地去帮助佛教在校外的发展 在这方面我觉得慈祭人做得非常好 慈祭在迈向国际化的同时 也保留华人不变的传统 慈祭这边的活动我是感到颇为特殊 因为充满了主动 而且具备非常强势的跨界能力 对于不同的宗教和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国家 不同族群之间的这些具体的工作 深感敬佩 慈祭就非常典型的体现了 它包容性强 它与其他宗教沟通的时候 桥梁的作用强 而边界的作用小 奥巴马讲过 我认为讲得非常好 就是慈祭的工作 其实代表了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的走线 精进佛法的同时 慈祭人也是道地的纽约客 智力扎根在纽约这个民族大融入 大爱新闻周四月 谢谢徐凯明美国报道